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台股看診間 大家週末愉快 今天呢 即將要放假了 那有人可能要準備放廉價去了 因為 下禮拜一請一天的話 就是6日1月都放假 那所以造成今天台股量縮很正常 2400億 也不算高了 連3000億都不到 但是呢 昨天大漲600點過後呢 今天並沒有 出現回跌 今天還續漲106點 顯示了呢 這不是一日行情 這個昨天就提醒大家 這邊開始就 非常可能轉折開始了 要形成一個多方轉折 馬上就要供22000 那22000 供不供的上去呢 看後續的量能 所以這個時間點開始呢 你要很認真的選股 你要去 找出呢 比較沒有被套牢的族群 我認為這個階段會比較有上攻的力道 那如果不知道怎麼選股 也歡迎跟著我們一起操作 你可以打下面 0800668568的電話 指數今天反彈在106點 那加權的部分還是量縮 加權始終是量縮 那要供上 22000點 這個地方要站得穩的話呢 必須量增 必須要 3500到4000左右 這是最起碼的 3500到4000量 才有辦法 佔上22000點 否則呢 量能不足 一 補了這個缺口 一往上很容易就掉下來了 但是你看那OTC OTC其實這兩天呢 量能都開始有回溫了 也呈現一個 帶量上攻的 走勢 那甚至呢 這一天 這個長下影線 下殺 以及呢 在這個禮拜的下殺 這兩天的量能呢 都已經在今天被越過了 所以雖然看加權的量能不足 但是中小型股然是表現非常的精彩 所以中小型股接下來呢 就要往前波的高點 9月初的這高點去做挑戰 所以現在你可以30先把重心呢 先放在中小型股上 那外資什麼時候回頭來買 加權指數買台股 才會讓大型股比較有一個明確的 動能出來 所以大型股現在就卡在這裡 包括 廣達 鴻海 台積電等等都是 都卡在相對一個位階 上面 那這個時候資金我覺得往後 中小型股會比較有效益 好那如果是第一次收看我們頻道呢 歡迎按讚訂閱跟開啟小鈴鐺 我們每天下午都有這樣子的盤後解盤 那也歡迎這個支持訂閱我們頻道 那覺得頻道內容不錯的話 也可以歡迎分享連結 跟你的這個親朋好友 好我們看在指數的部分 我們拆開來看 好首先呢在 台子旗的部分 台子旗呢 這個是我自己畫的圖啊 我每天手繪圖 盤後都是這個必做的功課 所以我 我自己用這種方式 我比較知道支撐壓力在哪裡 長期的這個下降壓力在這個地方 從2000點到21800點 這個區間被跌破之後呢 跌破之後的壓力就在 這個 昨天 昨天 等於是昨天前天的晚上 前天晚上還撒下來 撒下來之後再往上漲 那這個壓力就正式被 被突破了 那接下來的支撐呢 支撐在21200點到 300點的這個位置 那只要支撐不破的話呢 他相對都是一個蠻強勢的 一個走勢 所以22000呢 這邊 有機會來回去做個測試 可是呢 必須要補量才佔得上去 以指數來說的話是這樣子 所以你看加權的這個量 就相對來的重要 所以呢 目前下個禮拜三 馬上就要結算 通常在結算之前呢 如果突然出現方向的話 比較不可能 不會在結算之前又突然的轉向 因為你想想看外資或是法人呢 那種 期貨或者是遠生性商品的部位 那個都是航空母艦 他要轉彎事實上沒有那麼容易 那也就是呢 這一次的 九月份的合約 開倉是在大概21600點到21800 好那一度跌下去 到20800 跌到20500 最低20550 21550之後呢 結算的大概這前三四天 才開始翻多 開始翻多上來呢 比較不會在結算之前 突然又翻臉 又翻空 因為這個 航空母艦要 翻單的速度不會那麼快 他一定要經歷過一個區域的盤整 一定要經歷過一段時間的整理 整理 所以現在指數呢 暫時 起碼下禮拜三之前是偏多看 OTC這一波反攻是有量的 而且OTC呢 這一次的這個拉回呢 只拉回到相對於加權大概是21800點的位置 這一天是8月初 這個 8月初重衰的這個位置在這裡 這個位置 這一天是大跌 1000點 隔天再塞一次融資 大跌1800點這一天 藏黑這個是大跌1800點 1800點的前一天呢 你可以看一下加權是在哪裡 加權指數在 大跌1800點 之前的這個位置 這邊就大概21800點 所以OTC現在呢 差不多回到這個位置而已 可是加權現在是都是 始終在21800點之下的 那因為加權是量縮 那看OTC很明顯就是呢 OTC回檔也沒有加權來得深 然後呢 他量能也有補出來 所以中小型股現在是盤面的重心 然後呢 外資在最近20個交易日 來說呢 昨天已經翻多 買了363億 這個在現貨 突然這樣子大買 那表示 當然就是開始買全市股買台積電 雖然買的還不多 但是呢 已經開始有翻多的跡象 那後續呢 美元指數如果又開始走弱的話呢 應該又會推升外資的買盤 再回補到台股上 所以呢 下禮拜三結算的 這個 月選擇權來說的話呢 21000點的這個位置 看起來應該是個鐵板 21000點不容易破 那甚至呢如果靠近一些 21500點 這個都有機會形成一個支撐 只要 美股沒有太大的變化 沒有這種黑天鵝出現的話呢 那21500點這個比較靠近的支撐 甚至都有撐 但是 2000點之上呢 從21800 21900 到20000 這邊都是重兵防守 所以這個地方要攻的話呢 當然第一個看台積電 那或者是呢 其他的 這些全市股必須要跳出來 好我們看台積電今天晚上漲 最高開盤到955 那收盤在947 那也就是說台積電呢 昨天的這個跳高缺口 應該有機會形成一個倒行反轉 昨天跟大家說了 在 9月初的地方跳空下來 昨天呢跳高往上 那短期之內 只要台積電不回補930之下的話 他都是會在這個區間震盪 那970什麼時候過呢 看他的量能 如果量能持續不出 那可能暫時卡在這個位階 也就是 22000點呢 來測試之後還是有可能再往回打 但是呢不會打這麼深的 台積電只要 始終呢守在 930塊的這個位階 那指數是 偏多看待的 好那指數呢 這邊應該是偏多看待 所以呢 你如果 之前還沒有買股票的 我覺得現在要趕快 把這個心收拾起來好 趕快去篩選一些 有機會的股票 那哪一些股票呢 我覺得現在可以分成兩類 一種是跌升的反彈 一種是呢 這個 有題材籌碼不錯 線型不錯 這持續往上的 這就是套牢不深的 沒有什麼套牢的 大概分成這兩類 我們先來看 跌的比較深 屬於這種跌升反彈的 好 鴻海的話呢 要看他未來的 這個反彈的量能 可不可以來到8到 10萬張以上 因為呢現在形態的壓力區 大概在 190塊 到 200塊的這個位階呢 壓力是比較重的 那短線反彈到了 這個月線左右 還是量縮 今天還是量縮 那你可以觀察到呢 前面 套牢的均量 大概是15到18萬張 那所以可見的呢 這個上面套牢的壓力比較重啊 那這個地方外資又不買的話呢 那比較難 這個有效的上工 鴻海這張股票啊 其實你去仔細觀察他的外資 對他有決定性影響 因為呢 大股東基本上 賣到這個地方 這三次之後其實沒有在 進一步的賣超 大股東在 210塊以上 到220 這邊開始調節 那甚至 200塊之上也是賣的比較多 但是呢 到 8月中開始呢 已經開始沒有 這麼明顯的賣超了 而外資的部分呢 外資 最近的賣超也比較稍微 收斂一些 前面8月初賣很多 然後呢 暫時休息一下 那9月初開始 因為大盤往下 回落 所以全資股 當然遭受到了壓力 可是最近期已經 外資的這個賣超是減緩的 所以鴻海的話呢 你可以觀察一下外資 什麼時候買回來 那包括AI的題材呢 這主要是看揮答 昨天跟大家說 揮答現在卡在一個 不上不下的 區間 我們看在這個 揮答的部分 揮答目前就在 底部支撐大概100塊到105塊 那上面壓力呢 差不多125到130 就是這樣三角收斂的一個形態 所以揮答目前往上還有一些空間 現在昨天收盤是120 那距離125 還有一小段距離 但是現在已經在半山腰了 已經在反彈的 一半左右的位置 那這個三角收斂的這個形態呢 沒有做一個突破的話 那揮答 揮答不動 其他的AI類股 其他科技類股也比較難動 那未來呢 這個GP200的量產 我認為可能到明年1月才會看到一個量產 那今年就會開始出貨 今年底會開始出貨 所以呢 一旦開始出貨可能就會造成一些話題性 那包括呢 揮答的下一次法說是什麼時間點 你要記好這個時間點 他8月25號法說 台灣時間 美國時間 台灣時間 這個附近 所以下一次法說 你注意一下 11月25號 好的 這個時間點 那從 這個 大概10月中開始呢 美股的這個科技股財報又要開始 就會覺得每三個月都要 來一次 都要 檢視一下科技股的財報是如何 那這一次呢 蘋果我覺得是一個重點東西 因為蘋果呢 它的這個 新機的銷售 從 9月20號開始就 開始可以申請預購 那目前台灣呢 中華電信預購中央不錯 然後呢 接下來台灣大跟遠傳 在這個禮拜 周末的部分也要開始開放預購 那鴻海呢 除了有AI題材之外 它還有蘋果新機的 這個供應鏈 供應鏈這個部分 那未來還有10月份 鴻海的科技日 所以鴻海未來是蠻多題材的 所以你要你要去做一個低階 我覺得可以 但是如果量能不出的話呢 它要 直接突破壓力往上 確實是有難度 所以 以鴻海的部分 你往下慢慢低階是可以的 另外我們再來看 伺服器幾檔 股票裡面呢 廣達技嘉偽創 偽創是套牢壓力最輕的 而廣達呢 你有沒有看到低檔外資還在賣 這低檔外資一直在賣 這不知道是 怎麼回事 而且呢 借券空單還在增加 這個是借券賣出 8月 見低的時候呢 空單增加 那9月撤低 空單還在增加 而且空單都沒有回補的一個跡象 通常外資的系統操作 或者是法人操作會這樣子 如果呢 要開始買回來現貨 之前呢 他會把空單先去做個回補 空單不回補 然後呢 一直買現貨 這不是等於 班石頭砸自己的腳嗎 所以外資呢 要買 這些大型全數股之前 如果呢 他對於後世沒有那麼看空了 他會先把 空單 做一個回補的動作 而這個 3231的偽創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 空單什麼時候開始回補 空單在8月中 往上漲的這一段就開始回補了 而偽創的借券空單呢 現在是大概5月以來的新低 5月位置在哪裡 5月位置在115塊左右 115到120 那現在空單是新低 而且呢外資其實最近開始有在做一些 買進了 所以 在偽創的部分呢 8月初的這一個反彈 他反彈這一波是有量的 雖然這邊在形態上有一些壓力區 100塊到105塊這邊有個套牢壓力區 但是呢 以他這個反彈有量 下跌量縮狀況下呢 這邊只要稍微再補出一些量能 很容易 這邊再補個4到5萬張的量能 就可以往 上面這個套牢壓力區去做突破 那包括呢 輝達H200的晶片 現在可能可以綠燈放行 直接開放到中東去了 包括昨天 微影的部分強勢漲停 微影昨天漲停 今天拉回 但形態上來說 微影還是比較弱勢 還在第二隻腳這裡在掙扎 所以你看有些股票有打出第二隻腳 有些股票沒有 那大盤就是跟台積電一樣 大盤是在 半三腰的部分在這裡進行一個整理 所以你現在如果要找這種第二隻腳的股票呢 最好來到他 8月初反彈的那個位置 頸線如果是打下來比較深的 那來到頸線的位置呢 就建議先去 這個做個調節出場 那後續看他的這個量能呢 可不可以再續工 那在AI的這個伺服器當中呢 微創是套牢最輕的 套牢壓力最輕 而且呢他本一筆只有18倍 所以你同樣你有 有這個廣達 你有技嘉的 你不妨換骨換到一些 這個 微創的部分 你的這個回本速度會比較快 所以在整個伺服器裡面 微創 微影就是受惠 H200可能出貨到中東 這樣子一個利多 那這個在回答的空窗期當中呢 那我覺得 可能是 AI類股 這個 這可能就是 AI類股 新的一波亮點 那還有一些股票呢 是 籌碼套牢比較輕的 沒有像AI套牢這麼重 或者是在8月到9月 他還有辦法創新高的 那這檔股票 這些的股票 我認為會是下 大盤下一波的主流 那哪一些股票 有機會呢 是成為這樣子一個 接棒大盤演出的標的 我們先進一段廣告 當您的投資 遭遇逆風 您是否感到不知所措 感覺就像是 股票生病了呢 Don't worry 有病就要看醫生 我是股科大夫 專門為您的股票看診 我擁有豐富的市場經驗 和精準的分析能力 從市場趨勢到 產業分析 我會為您的投資 提供精準的主方籤 讓您的股票 重回健康狀態 如果您的股票也生病了 趕快打開LINE id 輸入 at dr.stock 讓我為您的投資 開出良方 好的你如果有個股問題 需要見證 或者是你在套了當中 不知道該怎麼換股 認為這個地方 你就要開始把 持股去做一些轉換 因為呢 接下來大盤如果從中秋變盤 開始往上攻的話呢 你可以看到過去的這個統計機率 中秋過後 其實上場機率是比較高的 好那如果這個 一開始進入一個波段走勢的話呢 就可能延續到10月 國慶的這個行情之前 那國慶行情之後呢 重頭戲就來了 國慶行情之後就是馬上 11月初總統大選 美國總統大選 那也是大概半個多月的時間呢 那市場又會比較觀望 因為呢 民主黨或者是共和黨上 對於整體的這個政策 以及對於企業的這個做法 包括稅制啊 包括企業的這些法令 都會有不一樣的政策 這個當然又會造成 華爾街會比較縮手 所以呢 這一次降息過後 到國慶之前 如果我的這個推測沒有錯的話 就是 從多頭 這降息過後 中秋過後開始 一路延續到 有機會在 國慶之前有這一波 這個多頭的走勢 那哪些股票是 相對套牢比較輕的呢 你看像是這個達星材料啦 聚庭 聖伊 儀利店 以及原相 523是達星材料的部分呢 今天拉漲停啊 那尤其你要注意就是這種 已經創歷史新高的股票 我們看月線 它是創歷史新高 沒有套牢的 就是到今天為止呢 買進這檔股票的人 通通是賺錢的 通通沒有套牢的 因為 股價是創歷史新高嘛 那以這個形態來說的話呢 6月這邊就開始回跌 回跌這個一路到8月加速下跌之後呢 8月反彈 馬上過了7月的高檔區 所以很明顯的呢 它的這個資金比較明顯進駐呢 是在8月底這個時間點 這邊上漲量增拉回量縮 這兩天再一次上漲量增 而且你會發現它的骨性呢 會 比較好做一些些 怎麼說啊 你看它前面的這個骨性 往上漲之後 它不會這種非常震盪刷洗的這種走勢 就慢慢跌下來 震盪之後再跌下來 像這邊走空就是很明顯 只要紅棒的 低點破 那通常就是 盤勢開始走空 或是呢 進入修正 代量紅棒低點破 這個就要小心 代量紅棒低點沒破 然後呢 代量紅棒低點沒破 基本上多頭格局就持續 所以它這個很標準喔 不像有些股票會上下亂掃那種股票 上下亂掃那種股票你去做它可能就不太 容易做 或是呢 你要比較很精確的抓出進出場點 譬如說舉一檔例子 緊縮就這樣 緊縮就發現這種線 過高破低殺下來 破低之後又拉抬起來 拉起來這邊又直接跳空往下 跳空往下 也沒有破低再拉抬往上 你會發現它的這個 籌碼比較混亂些些 然後呢很容易這樣穿頭破低 所以你如果 以緊縮來說的話 你就盡量低階了 有接近100 或者是100以下低階 可是呢 上面115到120塊這個地方壓力 這邊壓力頗重啊 那它其實這一波在漲也是跟著 跟著GP200 跟著AI的這個走勢 所以輝達不過高 輝達沒有突破130塊以前呢 其他的AI類股比較難有表現 所以在達新材料部分 第二季毛利率也不錯 那它主要是因為呢 下半年有五六個產品 即將進入到量產 那半導體的營收呢 應該有機會持續的上揚 那包括它的配相模開始 導入客戶的產線 那目前本益比36倍 還算 可以接受啦 那營收的話呢 應該會有逐漸往上 做一個成長的 這個狀況 然後在1539的具體呢 下半年會有比較多的開模需求 那新機可以有機會在 明年進入一個量產 我們看1539的具體呢 也是上漲一波之後 強勢的震盪整理 而且它 這個股價位置比較低 股價低通常是一個優勢 因為呢 這種低價的類股 一張三萬塊 跟300塊的股票 一張要30萬 這邊是3萬 300塊是30萬 你覺得主力 拉哪一種股票 所花的這個資金是比較少 花這種 3、4萬 去拉抬的這個股票呢 主力大戶 如果要做價的話 它所要的資金成本是比較少的 所以呢 低價 類股 低價類股呢 會比較容易 有資金進駐之後呢 比較有延續性的行情 而且低價類股 就是大家不用太去 在意它到底有沒有獲利有沒有賺錢 100塊以下的股票 沒有賺錢 還沒有營收開出來 大家還可以接受 但是呢 100塊以上的股票 200塊以上 那個就會 很注意它的獲利性 因為股價漲這麼高 本益比這麼高 一定要拿出一些成績單來 反正呢 這種低價類股 在這種 遲潛無大於的時間點 我覺得是大家可以去留意的 那這個 短線 帶大量之後 它的量呢 有些縮得太多 那像這樣到底行情是不是結束呢 你要觀察它 量能必須要 再一次的 這個增量 像這種 突然爆量 馬上縮很多的話呢 這種不是量縮可以進場 這種不叫量縮拉回進場 因為呢 你仔細看它的 爆量的那一天的這個籌碼 有沒有 爆量是隔天就跑掉了 還被主力隔日衝了一下 主力隔日衝了一下 它的這個量能 你基本上可以忽略不看 因為這邊一定是有什麼利多消息 或者是那個盤面比較熱 衝上去之後隔天開高倒下來 所以它的正常量能是這樣子 那正常量能是這樣的 你就這個要等它 再一次量針的一個狀況 再去做進場 這個不叫做拉回量縮 因為這種主力骨呢 主力骨這個 往上漲了一波之後 它是邊拉邊跑的 才從20塊拉到30塊 大概拉了五成左右 那才拉一小段 就已經開始有在出貨機上顯示 也許它 它背後的這個控盤者 也不想做它做太久 所以才會有這個邊拉邊跑的現象 所以後續持續注意一下 它的這個大戶籌碼 大戶籌碼的比例 然後1773的這個盛益呢 那今天 貸量過了僅限 8月營收 10.53億 月增22% 年增20% 那創下29個月的新高 那主要是受到國內的 原物料業務成長 以及呢 六七月 怎麼樣有一些訂單卡住了 有一些欠貴 缺貨 這個 欠貴的這個訂單呢 那8月開始出貨 也就是它前面兩個月訂單 有些遞延的這個效應 那9月到年底呢 法人孤可能大概就10月左右 所以它的營收 可不可以再持續創新高呢 這個要注意 後面有沒有這樣子一個動能 那不過因為它在 這個 形態面的部分 今天是帶量過頸限 那大戶籌碼是維持穩定 然後呢 下週如果不要量縮太多的話呢 我覺得這個地方是可以注意一下 僅限大概160到165塊的位置 有沒有守住 那在特用化學當中呢 也是 近期接棒 台積電供應鏈的表現 因為你看很多的這個台積電供應鏈 這個月的 這個月K呢 都是開高走低拉回 比較多啦 加登大概收在平盤 萬潤是創高 萬潤是創高 此外你看其他很多檔的 這個台積電供應鏈 都是開高走低拉回 都是拉回的 像中砂有沒有 中砂開盤開在這裡拉回 我的其他就不依一點名了 大家有空可以檢視一下 手上的台積電供應鏈 都是9月份是呈現一個月黑可以拉回的 那高檔出現月黑可以拉回的話呢 這個月它就比較難動 所以 特用化學的部分我覺得是有機會接棒在 台積電供應鏈的這個租群 那另外就是呢 一粒電部分 社會中國的這個抬頭顯示器 生透率提升 在近期的 法蘭克福的車用零件 零組件 也帶動了車用類股 那我們看到它的盤中 低點是越電越高的 而且大戶的持股呢 是往上增加 這個就是量能層級提升 那像這樣子的 這個股票呢 拉回 反而你就可以注意量縮的 買點 297的這個一粒電呢 盤中都在不斷的創高 然後呢 低點是越電越高 它的這個阻力呢 其實有買有賣 它不像剛才 可能是 格式充完了 可能就 休息了 所以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車電的部分我覺得也有可能是 在接下來 接棒大盤的表現 所以中秋過後呢 很容易都是這樣子一個偏多的行情 那如果要跟著我們一起操作的話呢 你可以打下面電話 0800668568 這會員的持股呢 308連亞 破斷獲利23% 這個獲利已經出場了 那很多股票是出現這樣子一個 非農過後的 黃金右角的機會了 所以呢 可以跟著我們一起操作的話呢 你可以打電話或者是 傳訊息過來都可以的 那掌握台股呢 我覺得到 這個10月中 國慶之前 應該有機會拉出一波 像樣的走勢 那很多股票 現在剛好是這兩天 進場 的這個機會來了 尤其量縮 我覺得反而你要趁量縮的時候 去做個卡位 做個佈局 好那時間關係我們今天節目告一段落 祝大家週末愉快 那你要放連假的話呢 也祝大家 祝大家中秋愉快 謝謝 圓滿致富專車 陳真邀請您一起來搭乘 圓滿專線 0800668568 0800668568 喜歡我們股客大夫的朋友 記得在YouTube頻道 訂閱開啟小鈴鐺 然後記得加入官方LINE 鎖定我們的投資關鍵訊息喔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